在南美洲 这个城市称为关卡 这是一个位于海拔 2500公尺高的城市 在过去是原住民族 Ganari族的传统领域 Ganari族人把这个地区称为 Guanbong de Lake 在Ganari族语中 Guanbong de Lake就是像天堂一样大的土地的意思 不过到了16世纪中期 西班牙的殖民势力进入 引进基督信仰 这个地区成为想尽天堂的人 必然前往的通路 12月25号这一天 是圣诞节 在厄瓜多关卡这个城市 会看见这个景象 当地的天主教徒 会穿上有宗教意涵的服装 或在自己家里装饰圣诞特色 来纪念这个日子 的确对天主教徒来说 相信小耶稣的诞生 就代表相信天主的预言 就代表承认耶稣的存在 也代表相信圣经里所记载耶稣从小到大的成长 并且在传教时所说的教诲 圣诞节不是玩乐的节日 而是天主教信徒展现坚定信仰的重大日子 在厄瓜多的关卡 历经500年的殖民洗礼 纪念圣英诞生的活动中最经典的一幕 就是会把小孩推出家门 像这样在街上游行 游行的队伍会从 Ordonets Lazaro大道开始 在关卡市最热闹的地点 就会看见许多游行花车 还有穿着戏服扮演小耶稣的幼童 不过来到关卡 纪念圣经故事的方式已经改变 有些来自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的孩子 会被换上圣装 衣服是用丝织 天鹅绒 还有金色绣花制作的 所骑的马屁上 还会铺上毯子 甚至高档丝织的布料 或者在这些打扮精致的幼童 所乘坐的马车 还会用水果 糖果 蔬菜 饮料罐或玩具 堆砌成一座五星级马车 当地人把这种车 昵称为城堡 这些都是信徒 要奉献给圣鹰的奉献品 而大人也不甘寂寞 穿着结合了不同文化与信仰的服饰 尤其可以看见 有原住民族特色的服装与游行 关卡市在圣诞节前后 持民国际 小耶稣的巡礼 通常在12月25日早上10点开始 下午3点结束 为了这天的活动 前期的准备工作时间长达一年 不只展现出当地民众宗教的信仰 更展现当地民众所追寻的生活价值 还有原住民族的文化元素 殖民者的信仰 进入原住民族的土地 长达500年来 当地的原住民族 已经信仰基督宗教 这座教会在殖民时期兴建 西班牙殖民者在1882年动工 盖了100多年才完成 在这座教堂 呈现出浪漫主义 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 可以容纳超过1万人进入 现在也成为当地 大部分原住民族的信仰中心 无疑的 声音的游行巡礼 是厄瓜多最重要 最知名的宗教传统 展现出民俗的多元形式